主料,牛肉400克,土豆1个,辅量,油,盐,干红椒3个,小葱,番茄酱,姜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,牛肉洗净,切块,土豆去皮,切块,葱姜切片,热油锅,加入干红椒炸出香味,加入牛肉,炒出水分,加入适量的水,大火烧开,中火炖7-8分钟。 加入土豆换,发茄酱,中火炖肉到8分钟制土豆熟,大火收汁,出锅,烹饪技巧,以前牛肉要多炖一会,避免牛肉不熟,二依据炖牛肉的时间,一次要多加一些水,避免中途加水,如果牛肉没熟,确实是要加水,一定将开水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